是非不分的世代让人绝望 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 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 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 面对挫折沮丧 何处才是我的家乡 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 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 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 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 邀请你一同聆听 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再次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惠年 亲爱的朋友 你的眼光正确吗 曾经有一个男孩子 他小学时候个性很倔强 他喜欢用自己写的曲子来拉小提琴 但是他的老师却告诉他说 唉 我劝你啊 还是放弃吧 你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当作曲家的材料的 你知道这个男还是谁吗 这个男孩竟然是贝多芬 另外还有个男孩子 他在四岁的时候才学会说话 到了七岁才会认字 你知道他的老师是怎么说他的呢 他的老师说 这个孩子啊 唉 这反应太迟钝了 不合群 而且是满脑袋都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个男孩在他的求学过程当中 还曾经被退学过 可是你知道这个男孩是谁吗 他就是爱因斯坦 亲爱的朋友 许多时候人的眼光是会看走眼的 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别人 也看自己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眼中的珍宝 跟你分享这首李思华所唱的 隐藏的珍宝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 我见你是如此美丽 从根谷我就选找你 我珍宝被你 我看见难中的陷阱 我知道你的不容易 我珍惜你流的泪滴 如珍珠深藏我怀里 我用鞋和爱折批你 我用恩典装饰你 宝石上刻印你的秘密 将尊贵的冠念给你 你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 我见你是如此美丽 从根谷我就选找你 我珍宝被你 我看见难中的陷阱 我知道你的不容易 我知道你的不容易 我珍惜你流的泪滴 如珍珠深藏我怀里 我用鞋和爱折批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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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用恩典装饰你 宝石上刻印你的秘密 将尊贵的冠念给你 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是神眼中的珍宝 因此我们要去学习 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 因为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您说再会了 我是惠年 现代人的希望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